3 2 1 請注入高湯 北市府推廣台北火鍋 商業處首次舉辦 鍋機大賞活動 由店家主動報名 再經由美食專家實力評選 不過速食鍋業者 並無參加是這個原因 北市商業處聯絡人回應 首屆並無速食業者參加 像這些火鍋這樣看下來 好像比較 好像沒有速食鍋的 這次在鍋物上面 其實我們並沒有去分 說到底是屬於什麼樣的食材 所以其實未來 如果我們再有相關的評選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非常歡迎 而全球速食人口持續攀升 儘管速食鍋物業者 這回沒有出席 平常也是高朋滿座 根據數據統計公司顯示 台灣速食人口位居世界第三 相當於300萬人 僅次於印度及墨西哥 而林一華表示 北市速鍋同樣具有潛在競爭力 所以我們也非常歡迎 其實也可以以速食當作特色 來參加相關的鍋物大賽 那我認為其實也在台北市 速食應該也是蠻有競爭力的 而民眾票選出精緻鍋物 由美食家評比產出 鑑於綠色飲食的興起 各界都期待未來 能夠在第二屆台北鍋籍大賞 看見速食精緻鍋物推薦 那就為時天下梁海瑤 台北上梁海瑤